对 我又来了 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单身 其实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 我真的是不懂我 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选出一个 我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 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宁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我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看到很多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想过说 我这个长相就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没有 我从小就很困惑 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他学习成绩很好 他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他就是不开心 他就想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他就能考40分 但是他可开心了 你感觉他拥有全世界 他能拿着那张卷子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他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还有男生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他当年之所以选择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而且谈恋爱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你知道吧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全身心地付出 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 我这辈子说过的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 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啊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能有什么好人呢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交起朋友来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我失恋了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拿你当朋友才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特别自信 你会想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朋友怎么开心 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特别重要 都是至理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这个人只是单纯的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你们就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好 谢谢大家伙 杨丽